每次去大阪都一定会去黑门市场找食 有没有发现要在黑门找到一间又新鲜又抵食的餐厅都不是那么容易呢? 今次就私心推介一间在正黑门市场旁边 专食海鲜的餐厅给大家啦 这里有几款必点的人气menu 第一款就是海胆和三文鱼籽都多到写出来的拼盘 海胆和三文鱼籽多到已经完全覆盖下面的卷寿司 海胆非常新鲜又没臭味 三文鱼籽整群放入口都不会觉得太咸 非常满足 重点它只是卖1700日圆 这个份量来说真的非常抵食 第二就是这个厚切中拖螺山 一碟差不多有十多片每日由店家新鲜采购的中拖螺 鱼山的脂肪比例和闻露都非常平均 鱼油香非常突出而且入口即溶 900日圆就吃到份量这么多的高质中拖螺啦 如果你是再重口味点的人士 推介你点这个巨型拖螺 每一片都有大半只手帧那么大 而且是更肥美的部位 一入口的油脂就逼出 不过鱼肉的口感 就没口切中拖螺那么出色啦 最后如果你不想吃那么多生东西 可以试这个鱼鹤排肉扒 虽然它都是鱼肉 但是就煮到很有牛肉的口感 加上韩式酸酸咪咪的酱汁 都挺开胃的 这里还有电子版的中文和英文menu 就算不懂看日文也不用怕啦 要去垃圾丝 可以搭近铁去日本桥站 10号出后一出 一直走2分钟左右就到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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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